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 我们包装的新闻都被同一种新闻洗版 就是SPM放榜 今天6月16号 SPM放榜 然后呢 今天这个SPM放榜 这个成绩呢 是非常够立的 你看那个报纸的标题 全国有 有9000多个人 全科A 对于一些 比较上了年级的人 可能比我还大人 我自己本身是80后 比我更大人 看到这个新闻会吓到一下 全国竟然可以有9000多个人全科A厉害哦 什么情况啊 这样多个人全科A的 不要紧张 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现在SPM的那个等级的制度是怎样 其实我是觉得 现在SPM那个成绩的等级的那个 那个 制度啊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奇葩 怎样说呢 你讲9000多个人全科A 这样你知道A包括了什么吗 它有 A加 A 跟A- 你就算是 10个A- 也是全科A 这样 我是说 比较有一些年级的人 就是 像我 或者是比我更大的人 他不了解现在制度是什么 OK 我就告诉你们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是有分1到9的 OK A1 A2 B2 B3 B4 有1到9的 有个号码的 有9个等级的 所以呢 你想一下 A加 就是以前我们的1 然后呢 A就是以前的2 A- 就是以前的3 OK 现在你讲如果是 全科A的学生 就算是拿10个A-的学生 也是全科A 但是如果是 比较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话 10个A- 就等于我们以前的10个B3罢了 其实 不是 太过特别的成绩啦 OK 我这样讲你们就明白了 比较大一点年级的就明白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9000个人到底是哪里生出来的 不是讲突然间这么多人可以拿 这样多个A 是因为他制度的问题 他这个 分数等级的制度很奇怪 其实啊 应该要纠正回来的 就是用回以前的制度就是分1到9 不然你讲 全科A 10个A今天也是全科A 10个A加也是全科A 他没有那个分辨度 你知道吗 而且也容易误导那些比较大年级的人 OK 这是第1个问题 然后第2个问题 我看到问题就是呢 你看到今天报纸呢 关于这个SPM的新闻呢 也是铺天盖地的讲 哇 我们学校有多少个全科A的学生 有些有讲 我们学校有多少个全科A加的学生 这样的新闻啦 是不是 其实呢 会对我们的SPM的华文科呢 有一个很重很重的打击 为什么 因为呢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马来西亚 SPM的华文科是非常难拿A的 你莫说是要拿A加 你就算是拿A-都有一点难度 所以呢 这近几年来呢 很多学生华语子弟 他们为了要让他们的成绩美美 他们为了要成为报纸上上面写的全科A的学生 所以他们不敢拿华语科 他们不敢拿华语科 因为他们怕华语科 等下变成B 变成C 他们成绩胆就不美 然后那9000多个全A生就没有包括他们了 他们会觉得非常遗憾的 所以 结果他们就不拿华语科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种媒体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 太过强调这些全科A 全科A加 它会直接的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导致越来越多华人子弟放弃华语科 这是一个很 不好的影响 我是希望 是不是 有关当局 他们可以做一个特别的处理 就是 以后你们讲全科A 全科A加 可以不可以 不要把华语科A加进去 意思就是说 可能 你们所谓的全科A 全科A加 只是有9科罢了 所以只要有9科拿A的人 OK也是全科A的学生 那1科华文是特别存在的 不要把它算在一起 这样的话 那些学生 就不会怕他们的成绩胆被那个华文课污染 OK 所以明白 我是有这个建议啦 就是 华文课分开来 9个A的学生也是全科A 这样的话 那些学生就会敢敢拿华文课 OK SPM的 部分我讲完了 我讲一些比较人生哲理的东西 今天这个SPM成绩出来 拿到好的成绩的人 肯定会很开心 拿到不好成绩的人 肯定会很伤心 OK 所以我今天有一些话要 对好成绩的人讲 也要对 不好成绩的人讲 OK 我先对好成绩的人讲 OK 这些好成绩的人呢 我也是过来人 OK 我也是曾经是SPM好成绩的 当你们现在18岁 你们拿到了SPM好成绩 你们今天 就今天罢了 你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们已经站在了人生的最巅峰 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全世界人都在 讲你的好话 在赞美你 爸爸妈妈以你为荣 你觉得你飘飘然 你已经站在了人生巅峰 OK 我必须要打醒你一句就是 这个不是人生巅峰 你的人生可能才刚刚开始罢了 OK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人生巅峰 OK 你接下来还有很多困难在等着你 什么困难呢 在你进大学之前你肯定要读多一个 大学先修班 可能 如果你家有钱的话 你可以去读 实力选 OK 如果你是 家里没有钱的话 可能你会卑鄙去读STP 你读STP 你们就明白了 尤其是理科生的 朋友 SPM的理科跟 STPM的理科 那个难度的差别 你会感觉到好像是 幼稚园跟 FORFIRE差别 你们进去读 你们都知道 我是过来人 我告诉你 SPM跟STP的差别真的是幼稚园跟FORFIRE差别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苦难 STPM 难读 难考 难进大学 OK 当你真的挨过了STPM这一关过后 接下来呢 你能进不进到大学 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科系 那又是另外一个难关 OK 就算给你这关冲过去了 你能不能顺利毕业 大学毕业 也是一个难关 不过这个难关不是很高 OK OK 接下来真正最大难关来了 当你大学毕业了过后 你踏入社会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你之前那些人生点缝 结果跟你的 跟你鞋子一样的高度 其实 你才会发现到 你眼前那些山 你是看不到边际的那种 你不知道要爬多久 你才可以跨过这个山 当你跨过了这个山过后 你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座更加高的山 这个就是生活 这个就是现实 当你大学毕业出来了过后 你多数是帮人打工 你帮人打工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不会像你爸爸妈妈 这样来宠坏你 他们是可以怎样玩事 你就怎样玩死你 不玩死你对不起自己的那种 你们慢慢等着来 OK OK 就算你挨过了这一段时间了 OK 你做的蛮不错了 然后你要自己创业了 OK 等你自己创业的时候 你要看 看你的那个商机 有没有把握得很好 来 如果这个生意你是搞砸的话 你非但你赚不到钱 你还要亏钱 可能你一生的继续 要亏到完 可能你为了做这个生意要打本的时候 你跟全部亲戚朋友借钱 甚至抵押物质 抵押车给银行 借钱出来 然后到最后生意搞砸掉 全部钱 没有到完 你还要 继续还钱给这个银行 到时候你就一无所有 而且还欠一屁股债 所以你想一下你接下来的人生 还有多少个大山等着你去爬 人生的巅峰 你的人生的巅峰 比如说你可以活到80岁的话 你的SPM只是你人生的18岁吧 18岁 你还有个80岁 还有个60多年等着你 OK 所以 成绩好的同学 请记得不要太过飘飘蓝 后面还有很多山等着你们 OK 接下来我有一些话要对那些成绩不好的 朋友说 OK 也许今天你们拿到不好的成绩 你们会觉得很伤心 可能呢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虽然不至于讲出口很难听的话 但是你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也会非常的难过 然后呢 你可能不敢面对你的亲戚朋友 怕那些三姑六婆了 问你成绩怎样啊 明知道你成绩很差的 还要故意来问敌人家走 啊 所以 你就会觉得很受伤哦 然后你就想躲起来 不想见人 这样哦 是不是 OK 我只能说呢 不要灰心 啊 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 对于那些成绩好的人 他们以为他们是人生点缝 但实际上前面的路还长得很 一样对于成绩差的人来说呢 前面的路也是长得很 啊 这一站走的不好 可是后面还有60多年的站等着你 啊 即使是成绩不好的人 OK 即使是没有办法 读上大学 当然 前提是如果可以 继续努力读上大学是最好的事情啊 啊我并没有鼓励人家不读大学 大学其实还是要读了 如果读得上是最好 我就说 如果真的是能力不及 真的是读不上大学 这样要怎么办 啊世界末日了吗 没有 前面还有60多年等着你 啊 你出来 OK 你就要 找 工作来做 啊 你找一些工作可以让你学习 让你成长的工作 啊 如果一些工作你做得上手的话 你甚至可以拿来创业 你创业了过后呢 只要你 那个商机把握的好好来的话 你生意可以越做越大 你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呢 那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富有 啊甚至可以在三四个岁就财务自由 啊 所以你人生还可以这样顺顺到80岁 所以没有人说你SPM这一关 摘了根头 你就是世界末日没有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等着你 重点是在于 你过了这SPM过后 你人生的路你怎样选择 啊 人生的那个 生活的态度啊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态度呢必须要非常的正面 怎样说态度啊正面呢 就是说 我要怎样把自己变得更好 OK 我今天赚100块 我要怎样明天可以赚200块 OK 今天这个东西呢 我 做到他的完成度是50%罢了 我明天可不可以把我的完成度变成70% 啊 不断的要求自己 精益修精 啊 今天做的东西 不错 但是明天要更好 啊 即使是SPM 成绩不好的人 只要有这样的生活态度的话 而且做事情是得法正确的道路的话 谁说他不可以成功 啊 我刚才前面呢 我说那些成绩好的人呢 我也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失败 我只是说呢 你们不要太过飘飘然 前面的路还很长 还有很多跟斗等着你们载 啊 OK 但是这些成绩不好的人呢 前面路也是一样很长 不是说你们一定会失败 只要你们走的路正确 你们也是会成功 啊 OK 今天我就以以上这些话呢 跟所有SPM 的学生 分享一下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